天天天天 呃 嗯 呃 什么体 十年后的我还是一个宝宝 罐头三千问 当红IDOL真心话三千问题大冒险 与罐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可威 世上唯一不变 世人都善变 路过人间 爱都有极限 天口也见 心碎在 下面有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我说你们这准备了 我里马呀 选一个罐子先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冒险 很劲爆的 大冒险 罐头大造战挑战规则 嘉宾自行选择真心话或大冒险 在真心话或大冒险的罐头里选择带有变迁的饼干 读出变迁的任务并完成即可挑战成功 现场对镜头演绎 就要另一半起床 哈哈哈哈 太简单了 蛤 这不是我想要的 下回艺热的 这也不必要的 的 还有一种 可谓 却迷不及打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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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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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参 我都不错 A 太阳下海边冲浪 B 太阳下深圈漫步 A 过山车坐第一排 B 过山车不怕扶手 有什么题 A 提酒杂鸡 B 小龙虾跟口乐 A 复查复衡 B 爱心学罗恒例 A 你叫我谁 A 这谁 会查复 A 回来 A 卧爱心背带裤 B 公主和神韬室店 A 是她 我们的朋友 就是神石锚一双 但你看来怎样落过人间才不像狼狗一双 勇敢的去爱 首先自己的梦想 我想一下在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中 发生了一期好玩或者特别的小花絮 就是这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 我不是神 然后里面有一个海豚音 是我们就是空隙的时候 然后随便在那个棚里 随便喊了一嗓子 黑唱老师说 这个海豚音不错 然后我们来用吧 然后就把那个海豚音 用到那个正式的版本里面 如果不当歌手 你会想当美式博主 美妆博主 还是游戏博主 都可以 所以都散场 没有办法 关极发行之后 大家的反馈有你的预期吗 其实有一点小小的超出我的预期 没想到大家这么喜爱 世上唯一不变 世人都善变 不过人间 爱都有其他 玩吃鸡游戏 还路人举时 你遇到过的最奇葩的队友是怎么样的 有杀气 就是站在我旁边 我倒了不救我 然后或者是拿炸雷炸我 然后舔我的包 帮我照顾好我女儿 你看什么 练习跳舞的时候 觉得进门的部分是什么 应该是身躯的扭动 肌动得相当好 拉筋相当难 在台湾跟座 有掌握台湾腔说话的惊喜吗 当然啦 逼的 是哦 真假的 如果强盗抢劫了你的火锅 他有病吧 叫火锅 要你唱歌才完毕你 你会唱什么 他自己拿去吧 我家里面做的是 男士唱KB点的三首歌是什么 阿妹的 阿妹的 原质 然后联名代谢 并海 你说的和粉丝一起包装出歌是真的吗 假的 还哭到善语 还哭到善语 不打 哈哈哈 你是不是就是 如果要给自己的推卖保险 你觉得保额要有几位数 嗯 四位吧 我才欠两笔鸡 嗯 嗯 嗯 七位 画一下你心目中十年后自己的样子 人员后的我弟子还是一个宝宝 小独兔下面小王子段落节选 这时他坐了下来 因为他害怕了 他却仍然说道 你知道我的花我是要对他负责的 啊小王子 一贯创意贯贯惊喜 新鲜娱乐资讯尽在鱼罐头 鱼罐头两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 我是鱼可唯 鱼罐头 以贯创意 贯贯惊喜